我剛剛問大家 莊豐佳料化修理國民黨 大家狂刷簡易 這個真是太囂張了 一個媒體的總經理 說實話很大 但是你放眼到整個台灣政壇 你也不算很大 對不對 自己以為是誰 裸有志形容他是九品芝麻官 我還真的笑了起來 這個電影看得很多 柯健民聽到這個話 柯健民立刻毫不掩飾的 對開炮 對誰開炮 不是對國民黨 對莊豐佳開炮 他說莊豐佳不適合就該換 好 我們來投票 那你知道他適不適合 莊豐佳不適合就該換 他適不適合大家來投票 所以大家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 最好玩的是說 在莊豐佳的思考當中 像董哥講 他在綠營的人脈 其實沒有很深厚 所以就一直操作 極毒的那一塊 極端言論的部分 覺得這樣就穩了 但看起來不是 人脈還是很重要 比方說 得罪了國民黨沒關係 但是得罪老柯 就等於自殺 所以這個事情 看起來莊豐佳 真的已經GG了 但是不是國民黨讓他GG 大家不要以為國民黨多厲害 是因為他得罪了柯建民 柯建民竟然不挺他 竟然不挺個政治正確的人 莊豐佳現在心裡 會不會圈圈叉叉 我不知道 柯建民說什麼 連我都不會講這種話 因為什麼修理國民黨 我過去也對莊總經理非常不滿 開始巴拉巴講了 如果他真的不行就該換 該換就換 他的性格可能不適合擔任行政主管 他想求人就讓他得人 讓他回到媒體也很合理 柯建民為什麼這麼不喜歡莊豐佳 照理說修理國民黨 OK 柯建民應該很嗨 來了 前陣子立法院處理地制法 華氏一直修理我 我苦不堪言 但不敢說 因為要尊重媒體 我都吞下去 胡亂罵我就算了 拿媒體當武器恐嚇國會 跟黑道有槍拿來亂開一樣 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最新的發展 我們截稿前最新最新的 我說莊豐佳應該恐怕要叫他 前總經理要GG了 你知道莊豐佳還說什麼 莊豐佳說 他說我不是官派的 我也不是仇庸的 言下之意怎樣 拿我合 我是董事會選出來的 董事會任何決定我都可以接受 好 那董事會來了 柯建民說 公廣董事長陳玉秀剛剛打電話給我 明天就要開董事會 這已經是很善意的回應 我要是莊豐佳 我就會說 老子不干了 再見 大前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 要分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我們先來講一下 像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像公都盟這樣的組織 其實民進黨很厲害 就是說民進黨在經營 整個台灣的政治環境裡頭 他們過去就長時間的 在成立了很多 就像剛才董哥講的 一組人馬 可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招牌 然後看起來好像是 公正無私的社運團體 或者是相關的公民力量 可是事實上背後大概都是同樣 親民進黨的勢力在掌握的 所以過去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很多立法委員就受制於公都盟 因為公都盟三不五時 就來公佈一個說 誰是四任的立委 誰不是四任的立委 然後特別在整個評選的過程當中 其實中間有很多的爭議 所以當公都盟 已經發揮了一定的效果之後 其實民進黨就開始變本加厲的 成立更多的組織 但這些組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他的立場往往都是 非常嚴重偏頗的 而且是一個雙標的團體的存在 所以像譬如說婦女團體 我們看到有多少婦女團體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犯了錯 不管是犯了什麼樣的錯 一時的失言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問題 這些婦女團體 早就大動作的出來開記者會了 可是碰到民進黨的時候 這些人就當作不見了 忽然銷聲匿跡了 沒聽見 沒看見 不知道這件事了 像事實查核中心也是如此 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 之所以要處理這件事情 是因為 我想剛才秀燕已經提到的 太多假新聞是民進黨的人在放的 是執政黨的在放的 是政府在放的 可是事實查核中心 並沒有扮演好監督的角色 更不用講事實查核中心背後 就是統一組民進黨的 號稱公民力量的這些人 第二個層面的問題來了 就是說剛才我們看到莊豐佳講說 他之所以要對國民黨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他是希望保住這個預算 可是各位了解一件事 就國民黨提的這個預算 根據我在立法院的了解 就是這個遊戲規則 這只不過是一個主決議的案子 這個主決議最後能不能夠通過 要看民進黨放不放手 因為民進黨是多數黨 就好像過去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執政過去民進黨 提了一大堆主決議 只要國民黨真的有心要擋 就一定擋得下來 因為我們的人多了不起就表決 所以你說國民黨提了這個案子 就真的可以把華盛的預算給砍掉嗎 並不見得 那要看民進黨的態度 所以就回到我們剛才講的 莊豐佳顯然是想要選擇 政治正確的方式 讓華盛的預算能夠過關 他放棄跟柯建民協調的方式 而採取跟國民黨對決對幹的方式 表示出自己是勇往直前的 最勇敢的打手 這是他的一個政治判斷 對 他想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一個處理 當時我看到這個處理 我就很訝異說 為什麼一個華市總經理要幹這件事 後來答案就來了 就是第三個層面的問題 原來他跟老柯有仇 他跟老柯有仇 那當然莊豐佳就不可能透過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溝通協調 把這件事情壓下來 或者是把這個案子給否決掉 但是我覺得老柯也很妙 就老柯今天處理莊豐佳 究竟是因為國會尊嚴 還是因為你跟他有私人恩怨 感覺上就是借力實力了 就是你就是 逮到機會 你就借題發揮而已 如果你真的這麼在乎國會尊嚴 老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你應該去指責一下蘇貞昌 要求一下蘇貞昌在國會電壇 備詢的時候態度要好一點 不能夠任意的挑釁攻擊立委 然後如果今天民進黨 真的這麼在乎國會尊嚴 過去發生過很多 踐踏國會尊嚴的事情 民進黨都當作沒看到 所以坦白講 老柯今天要去處理莊豐佳 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莊豐佳修理他 莊豐佳為什麼要修理他 那又牽涉到民進黨的內鬥問題 這是民進黨長期以來的 大家所看到的戲碼 莊豐佳也許站在某一個立場 然後反對老柯修地制法 這是民進黨最近派系內鬥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好像先前 我們的交通部長一直被揚言說 如果處理不好就要下台 是什麼案子 是宜蘭高鐵的設站案 那又是地方利益喬不攏 大家擺不平 所以民進黨的人就群其而攻之 所以我就說 由莊豐佳擔任男主角 技術大戲實在是太好看了 風回路轉 他的一個小心思到最後為止 跌破自己的眼鏡恐怕 他覺得我修理國民黨 你們怎麼會有意見 還不只柯建民 人家李永德也跳出來 李永德說什麼 說這個莊豐佳態度確實不妥 超出了職責 應該要處理 馬上 馬上跳出來 然後陳玉修的電話馬上也來了 有沒有 然後莊豐佳怎麼說 柯總昭的話 證明華氏是獨立自主 監督政治不分藍綠 部長說的我都理解 你們覺得這個有點白目 這個柯建民已經跟他講 你修理我 我已經很不爽了 他還說你這樣講就證明 我們華氏是獨立自主 監督政治不分藍綠 所以韓兵一怎麼看 莊豐佳這個人到底是怎麼了 我的意思是說 看起來他打得如一算盤 像大謙講的 我修理國民黨OK 立雲整個同仇敵 開始挺我 而且國民黨現在很弱 然後又是台語台 視察這些都是有利民進黨的事情 但是沒想到你們反將我一軍 不只你老柯出來 你李永德也出來 然後到了這邊 他還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還再去打柯建民一爬 有沒有 證明我修理你是應該的 因為 因為怎樣 因為我要民主 我要自由 我要言論自由 所以我為什麼不能修理你呢 言下之一是這樣 今天下午在千惠他們節目 討論的時候也很有趣 有志說有志形容莊豐佳說 一個九品芝麻官竟然敢挑釁國會 他可能以為他自己很大 那郭正亮說莊豐佳很故意 因為他後來開了個記者會 他找公都盟的執行長張宏林來開記者會 但他說張宏林正是老柯最恨的人 是故意的還是這個人實在太白目了 我覺得他就是單純的白目 你知道嗎 因為他以為自己是媒體人 然後很清高 他過去在做很多事情 已經被人家笑了個半死 去年他不是說 他那個中華民國是個幽靈國 他現在正在處在一個幽靈國度 講了被人家罵死了 然後還不悔改 還在那邊搞這些東西 因為他一直以來 這個人沒什麼才能 他就是專門靠操縱這種意識形態 然後一路爬上這個位子 所以他以為這招有效 那他得罪了老柯之後 你以為他會單獨得罪老柯 是因為他跟他有私人恩怨 不是的 他當然也是因為另外的派系 叫他去整老柯 就這麼簡單 因為對地制法本來民進黨內部 就有一些派系有不同的意見 只是藉由裝瘋加了手 去打老柯而已 那老柯早就恨在心頭了 那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得罪老柯了 所以他在意想天開 以為說我用這一招 你總沒有話講 你老柯也必須被迫要挺我 可是我覺得老柯的回答真的很妙 這個人不愧臉皮厚到一個極致 連我都不敢 那個連我那兩個字已經倒進一切 對 就表示他自己都知道他平常是 多囂張發怒到一個極致 然後他說 連我 對連我都不敢做的是你敢做 老柯上次還記得 唱過國民黨黨團說 你不喜歡聽就不要坐在這裡 因為表示柯建民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多囂張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柯建民心頭的想法是 好 你今天終於落到我手裡頭 所以我弄你剛剛好而已 所以你看見極旅極 不管你裝瘋加開記者會幹嘛也好 我馬上成就會馬上表態了 對啊 好快 這真的光速 超有效率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他懂得 你不要去得罪柯建民 你私底下去籠絡他 柯建民今天會跳出來講這句話嗎 柯建民如果不跳出來講這句話 你國民黨喊再大聲都沒有用 是啊 沒有錯 他就當作沒發聲過 得罪國民黨根本不可怕 修理國民黨也不可怕 但是修理到柯建民 就是因為他心裡頭 明明知道得罪國民黨不可怕 所以才會敢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直接叫國民黨的辦公室主任 直接我就嗆你怎麼樣 反正他認為你小腳 是啊 我跟你講有事說 酒餅芝麻官敢嗆國會 民進黨哪一個酒餅芝麻官 不敢嗆國會 每一個都敢 因為反正他又不是 理你的薪水 而且我越嗆你 搞不好我官身越高 對不對 我幹嘛 我還用力嗆 不只要嗆 我還用力嗆 所以這是民進黨 自己造成的一個壞風氣 那這個壞風氣後來 已經逐漸偉大不掉到 連老柯你都敢惹 那老柯當然要趕快把你處理掉 因為如果老柯這一次 你既吞聲不處理 以後有樣學樣一個都來了 對 還得了 對 那他怎麼受不了 以後他這個僑王怎麼當 所以為了維護僑王的地位 不好意思 莊鋒家 你就吞下去吧 我大概預期你明天 大概又要滾蛋 所以我剛才有講 我說這個標題馬上就要換 叫華氏前總經理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沒有懸念了 就是舉舉無誤 當然莊鋒家口口聲聲 把什麼新聞自由 民主政治 然後掛在嘴巴上 但我想請問一下大家 你覺得華氏在莊鋒家主政之下的華氏 有在捍衛什麼新聞自由嗎 有在捍衛什麼台灣的言論自由嗎 有請你加一 哪有請你減一 在此同時我們也來看一下 莊鋒家主政之下的華氏新聞收視率 華氏新聞在52台 謝謝我們的網友 大家刷了一排52環中天 我們剛剛網友已經開始刷起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收視墊底始終如一 你看看這個2021年去年的4月19號 這個就是華氏秀騰騰 剛上架52台的第一天 賊鋒第一天 TVBS 東森 三立 民視年代一新聞 通常你看到我們過去在52的時候 每天我們新聞人就會收到 一份這樣的收視率很殘酷 打開來跟看樂透一樣 心情起伏就跟這個有關係 但我們中間的收視率 一向是名列前茅 向來影響力很大 支持者很多 上架的第一天 那個新聞吵得很大 照理說有這樣的能見度 有這樣的宣傳等等 不管怎麼樣看看熱鬧 你不能說第一名 你的第四名第五名 差不多就這樣了 你看到沒有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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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七一片 有幾個六 六大概已經算他們台內的第一名 那你再細看收視率 0.03不是0.3 0.3以有線電視的標準 都叫做不好 你知道嗎 是0.03 0.02 還有MAYA 0.01 你有沒有看到 還有0.00的 還有一個叫做0.00 在晚間就是6點到8點的黃金時段 多少 0.06 好不容易這個 開張了 有0.15 但還是第七名 這是他們在52台的第一天 好吧 你說在第一天 都還不熟悉吧 好吧 那到了現在手疼疼 最新的數字 昨天的 昨天的 看到沒有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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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一樣7 全部都是7 甚至比第一天好像還更差 收視率怎樣 你看到在這個時段有沒有 這是幾點 早上凌晨的 收視率0.00 0.00 0.01 到這邊好不容易開張一點 0.14 0.12 在晚間黃金時段 0.10 0.26 其他都是0.0幾 說實話 在我們以前52台 如果拿到這個收視率 你大概要被叫去面壁思過 你不要講什麼 這個收視率大概再這樣一個禮拜 主管都要換人了 你想想看 從去年的4月到這樣子 恐怕新聞總監要下台了 然後總經理都要下台了 因為這真的是慘不忍睹 太差太差了 但說實話 你不要怪華視的新聞工作人員 他們都是很專業的 他們也學有專精 他們也有熱忱 不是他們所造成的 所以華視基層的新聞人 我相信專業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收視率 為什麼 因為都是政治 政治在 這個新聞在服務政治 所以我們回到第一章 所以難怪 我剛剛給大家看到第一章 國民黨的一個圖 國民黨的文件 就告訴大家 張豐佳完全沒有專注於本業 而且現在虧錢 虧得拜託八成是關股 這也是我們人民的錢 所以應該要被監督 但是到現在為止 張豐佳我不知道他心裡怎麼想 他真的想說戲 本來是要罵國民黨 怎麼搞的會變這樣 國民黨用台語台的預算 威脅華視新聞台 違反新聞底線民族政治基礎 如果不能捍衛新聞自由 我也不適合在這個位置坐下去 他把自己拉得很高很高 在這個事情上怎樣 他否認他要修理別人 他萬萬沒想到的是他得罪老柯 這個東西他死也沒想到大概 他覺得只要他講民主自由 新聞自由就沒有問題 就安了 所有人都會挺他 然後就開始講 我可是董事會領選 我不是公安派的 我也不是仇庸 意思就是說怎樣 我後台硬 是這樣嗎 光一個柯建民就把它弄掉了 如果董事會任何決定 我就能接受 這是他自己講的 然後柯建民的開關就打開了 要董事會 然後陳俞秀馬上就打來 陳俞秀也很上道 所以大家發現 我覺得這個過程 真的是太有戲了 有沒有發現 來 董哥做個結論 因為董哥資深新聞人 看了應該是滿有感慨的 然後請辮子妹準備一下 結論中家的造詣其實就是柯建民借國民黨的手來幹掉他 反正我就很討厭你 那剛好在審議算的時候 國民黨提出了這個主張 說這個人很討厭敢威脅我們對不對 他說我也被威脅 好 我們一起把他幹掉 他就是自己撞到槍口上 是 他自己撞到 柯本來想修理他應該也很久了 現在審議算所有單位都不要認為 不要當作別人的一個藉口你知道嗎 文化部就不要了 文化部說我如果是他 我早就辭職老子不幹了對不對 這個部長已經告訴你 你應該主動辭職 不要等我們開董事會最好 但是你又不肯 還要在那邊白目到這樣 他到底叫莊孟教還叫莊孝偉 這整個事情峰迴路轉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這個國民黨 這局戰勝 但事實上不是吧 贏家應該是老柯吧 是 只是借刀的刀 只是借刀 那現在國民黨用這個太好了 對不對 他把它幹掉 解決柯建民很多問題 我現在地制法我也在修理 你在修理我 你就不見了 但你看看這個華視說實話 因為裡面的很多朋友 我們也都認識 大家素質各方面能力都很強 我說在這樣的一個台子 每天收視率慘不忍睹 最新消息NCC也通過了 進電視新聞台的申請案 那這個現在在頻道的這個橋 雖然他現在52台 未來也有可能威脅華視的52 因為對於這個 有限電視營運商來講 賣不出去嗎 華視這種收視率這怎麼放 對不對 因為華視沒有人要看 大家都很清楚 我最近看的是大概半年前 剛好看到金超勤的包青天在轉播 我看了我就 沒人緬懷那個時候 我就把他 我就認真的把他看完 覺得好感到 因為回到那個三十幾年前的時光 對 那我覺得說他現在沒有人看 他現在的位置52台 他是暫時幫靜電視卡位 那靜電視已經講很清楚了 靜電視就是靜州刊這個集團 他們是很挺蔡英文的 他在民進黨派去語言 非常挺蔡英文 那我們看很多司法機關 他們時不時就放一些消息給靜電視 你叫那些華視新聞人情何以堪 是啊 今天就要修理凡偉者 就趕快給靜州刊 趕快來修理凡偉者 所以那個是有一個操作的一個窗口 那你今天幫我卡住52台 那等我們靜電視通過了以後 我們就請你走路 所以意思是說 你千萬不要做得太好是不是 你做得太好我卡不進來 所以他做那麼差 我的收視率那麼難看 原來在這樣子 也不能怪他是嗎 他的任務就是收視率不要太好 是的 所以他等於說是 暫時幫人家看守這個位置 先頂住 先站住這個毛坑 那要等別人來 結果他的用意就這樣 所以大家看了是不是很感慨 這個蔡英文政府的這個媒體改革 就是這樣 把中間新聞關掉 然後把52台 讓給這樣的華視 這從去年4月到現在為止 你看到他的收視率 你看他的營收 你看到他的總經理 你看到他這樣的操作 你覺得台灣還有什麼言論自由 還有什麼新聞自由 台灣的這個民主是正在倒退呢 還是在往前進呢 我想大家自己有判斷 就應該有幾%營造的 lockdown 啦 那時候出來 您必講完 怎樣看 一次 места 武器 和 famous雏 努力 З bone 明天